好,區議會選舉系列的總結 應該都總結到,我們之前兩次總結 就是總結了大形勢,我們人民的兩字機 好了,接下來2015這次選舉完了 下一場2016,大舊,你隨便看 2016立法會是另一個遊戲 那個是比例代表制 和單字席單票制是兩種不同的 不要用遊戲的名義 兩種不同的規矩,規矩來的 因為這個區議會你一定要拿50% 這個比例代表制,立法會你拿8% 你拿9票就可以了 已經夠了,9個位你排第9都可以贏 所以那個爭取社群,群眾的支持點有些不同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你做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考慮整個大方向 亦都要考慮對香港整體的影響 我自己最擔心的就是,接下來立法會選舉 民主派保不了三分之一的否決權 保不了三分之一有幾災難性的後果 因為四年嘛,接下來的四年 他提任何政改過來都可以過的了 你沒有了否決權 這個是重要的 第二就是,有機會沒有了地區直選50% 如果你沒有了地區直選50% 保皇黨提這個議事規則的修改 那麽就夠了 你現在可以透過地區直選 不過一半來否決 那麽所以未來2016 正如上次在區議會選舉我都講 共產黨的重點就是 區議會是為立法會余部署的 他做那麽多事情 要打那麽多大佬 打那麽多有機會上位的人 都是不想立法會製造了一個好一點的條件 給民主派 那麽所以,跟著下來就是 整個民主派怎樣去這個部署呢 是重要的 但是很不幸地 左派就有個的 中央統籌 中央統籌在那裏 就是全部要聽話 西華,一聲令下 他們計到票,計到成了 你民主派 好難好像2012 新界東那麽神奇的喔 是吧 新界東九席贏六席 是 即是配得Top-up 是吧 配得Top-up 那你新界西就九席贏四席 是吧 即是你那個 那個選民那個 即是配票 有時不是那麽對的 也都這個 正如剛才我所講 這次區議會選舉 港共那個整體統籌能力 是更加成熟和更加深化 即是更加全面的 是 這一個這樣的機器 在下年的選舉 所發揮的力量 是會更加明顯 和更加大 我想最慘的是 泛民政黨有很多 都很各自為政 和自以為視 即是 不客氣地說 例如公民黨 就真是 看回去兩屆 你說 08 12兩次選舉 它很多時候的事情 都真是相當任性 有些玩法 不 民主黨公民黨一樣 就好像你當年 李柱銘和楊心 即是說告急 告到差點黎智強都贏 是吧 令到很多泛民 即是港島區 你同樣上一屆 余若薇告急 陳淑莊告急 是吧 令到這兩個區 即是敗北的 這些市民 但是這些市民記得的 你上一次告急完 下一日跟著的選舉 那些人就可能會 有些未必投利的 要玩宅 但這一次是怎樣 我不知道了 所以 即是人民力量 會緊守自己的崗位 我們又不會放棄了 但是 即是 我就很希望 即是整體 那些民主派的負責人 將自己的本位利益 放在這個次要 最重要的 就是在怎樣協調 怎樣統籌情況之下 令到民主派 可以補回三分之一的議席 和這個地區直選 不會失去半數這個基礎 如果這兩個都失 這兩個同時失的話 真是這個是香港 即是歷史上最災難的一次的選舉 但是大家 現在這樣講 即是大膽一點在這裏問問你 那你會不會覺得 今次選舉 需要和泛民做協調先 你知道人民力量沒有能力 即是泛民協調 但是就這個 這些散兵組織就很厲害了 就已經就回新東的選舉 他在約公民黨 我們那時候公民黨一說出 即是哪一個 我們那時候已經說 喂 你一定贏的 還有這個人這麼切 湯家華 信不信得過 我們提了很多疑問 但是沒有人搶我們 是 完全沒有人 關於我們要關注的問題 是 覺得要和我們要談任何事情 是吧 即是他們的心態就是 香港很怪的 民主黨以前也是 港公民黨現在也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全香港的人欠慧的 是吧 即是他們肯找人出來 好像已經是這個 的施捨 恩賜那樣 已經是 是吧 你求之不得了 我有人出來 他不會覺得 因為你要 真是要 做一樣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要跟其他的人談 沒有的 是吧 即是他們總之覺得 咦 我做了一個決定 你追隨就不追 你追隨就不追隨 你不追隨就跟我選 那散兵這一次主動和他談 他肯談 都是基於客觀氣候 是 即是那些傳媒 咦 說散兵得到 即是捧到他們很高 是吧 所以他就要和他們談 但是最後肯不肯接受 喂 他和他們談完之後 譬如你說有這個初選 嗯 其他的團體可不可以參與呢 不知道 是吧 所以 即是 即是我想那個整體的態度 你既然做得民主派的代表 喂 你都有一些所謂民主派領導人的胸襟 和的思維 你都要和所謂民主派的人 可能他當我們不是啦 他當了我們是敵人都沒有頂 是吧 那這個 這個 但是 即是我們的得票 是看到 我們是得到市民某個程度上的認同 是 上次立法會選舉 人民力量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的得票 是 所以 如果再加上社記就更不足 是 所以即是 即是我和長寶會保持繼續這個聯絡 就算他民主派 所謂的民主派 就是將人力 社記 即是排擠 排斥都好 我們和社記 看看會不會增加這個合作呢 為進步民主派 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我們爭取我們應有的百分比 是 然後將這個百分比轉變成為一個議席 而確保這個三分之一 和地區直選的一半的議席 那些議席的票數 那個議席呢 是得以這個保留 嗯 嗯 另外講回區議會 區議會2015就結束了 然後就是2019 4年後 4年後 我想我稍後都會做多一點點節目 就是講講地區工作 嗯 那就是 希望那些年輕朋友 就是可以學習一下 了解一下怎麼做 那稍後有機會的 我都可能會搞一些培訓班 嗯 就是可以實際這樣 同年輕朋友 在這個選舉工程方面 在地區工作方面 嗯 怎樣是重新 真真正正立間 這些社區 同時怎樣在地區上呢 將這個 就是他們的參與 演變成為一個政治的力量 而這個政治的力量 在2019呢 會成為選票 或者可以幫到他們成為議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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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